金门二丹岛自愿意上兵陈嘉勋3月9日失联13日 由陆委会证实他仍在中国 于是因为债务纠纷而不归 17日金门地检署依照违反陆海空军刑法 对陈嘉勋发布通气 后续将透过两岸司法互助提出 将陈嘉勋遣返的请求 日前金防部士兵 陈信士兵违反陆海空军刑法一案 本署在112年3月10号获得相关讯息之后 我们就主动了签分的军他案办理 而且立即指挥金门宪兵队 以及法务部福建省调查处 组成专案小组共同侦办 后来金门宪兵队在112年3月14号的 移送相关证据到本署之后 本署的专案小组也为了厘清事实 开始进行各项必要的查证 那在今日我们以陈信士兵 涉嫌违反陆海空军刑法 等罪嫌发布通气 那至于陈信士兵 是否设有其他的罪嫌 我们相关的证查作为 能会继续持续进行 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刘建志表示 发布通气是认为 陈信士兵涉嫌违反陆海空军刑法 第39事实条 意图长期脱离职意 以及御驾六天未归 这两个罪名进行通气 后续侦查作为要厘清的真正背后动机 以及其他罪嫌 后续侦查作为 我们为了厘清他真正的背后动机 以及有没有可能其他罪嫌 我们都还是会持续进行 但是具体的部分 我们目前不便透露 通气之后呢 依照一般的程序 那我们可以透过共打协议 也就是地检署这边 会提出请求书 请求保护部的国际基地两岸事务师 来为我们跟中共 跟大陆那边联系 然后提出这个遣返的请求 根据了解 17号上午金门地检署 也登上二胆岛进行调查 并在当天下午点发布通气 后续地检署会提出请求书 交由国陵师提出遣返请求 但是陆方买不买单 会不会选择性办案 有待时间来见证